深夜里救护车紧急开到急诊室门口 医护人员冲上前因为情况相当危急 园警把小女婴交给医护人员 大伙赶紧进入急诊室 因为不久前传出两个月大的小女婴 在家里失去生命迹象 没多久妈妈也赶来医院 手上抱着女婴的姐姐 原来就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妈妈惊慌失挫症 克星悬着担心宝贝女儿的安危 而一旁的年轻男子是女婴的爸爸 赶紧抱起女婴的姐姐不停安抚 半夜三点多在台中市南屯区 当时十八岁的妈妈在家里 先为双胞胎姐姐喝奶 惊觉睡在一旁的妹妹 鼻孔易奶没有呼吸心跳 身体僵硬 吓得打意意就求救 没想到女婴抢救后依旧宣告不治 今年刚满十八岁 平常要照顾这两个双胞胎 它变成没有办法很周全的照顾 所以导致于喂奶后 没有稍微在拍打 警方指出年轻妈妈 突然得照顾两个小孩 分身乏术 医师初步表示 小女婴疑似因为义奶送医不治 两个月大的小生命 来不及长大 记者联援兵黄祥父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